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打造的人设,粉圈瞬间给打破,笑耿非常精彩。 王一博多年经营的人设,没想到如今被自己给整破房了,那就是裤盖变应该了。 谁都没想到,这个词居然会在王一博身上出现。 如今的王一博,好多人说眼神变了,我们看着是柔和了,小黑子们说没光了, 瞧把你能耐的,口吐莲花这词,也只能用在粉圈。 王一博出道时,因为高冷的气质,眼神中的那份犀利,有种给人库中掀气的距离感, 再加上蓝忘记这个角色的出圈,配合王一博的酷, 酷盖成为了王一博的人设标签。 在大部分都熟悉这个词的时候,没成想, 在这一年中,王一博逐渐给你打破,他开始不分场合的笑,还自带奶里奶气的甜, 让人招架不住,瞬间感觉他根本没有那么冷,反而平易近人。 近日王一博多次出席活动,不争气的他,面对镜头总会有意无意之间的笑,配合他脸上的奶镖,天生的白皮脸,剪短头发后,整个人质嫩不少。 网友都感叹,这是吃了什么,还是干了什么,为何如今看王一博,反而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,感觉他又变闷了呢? 不说别的,以前他爱斗的时候,过点成熟化,他的少年感总会在妆容中,显得老成了许多, 如今却有种反扑归真,越素越年幼。没有错,如今的王一博有种婴幼儿的即逝感, 这个认知很快在王一博的粉圈席卷,瞬间激发了不少人的关注。 王一博无疑是当下娱乐圈中,坐拥妈妈粉占比率很高的存在,有言有实力, 对他的宠溺从不来虚的,比如小肥妖,哎呀,不好意思,开始吹捧了。 看一下王一博的粉们,这群人不愧是摩托大军,都是人才聚集地, 这段时间他们开始浪得飞起,都在奔赴澳门,为王一博摇旗呐喊。 不过线上的他们,相当会整活,看到王一博不争气地笑,把自己的裤给整丢了后, 果断给他送上新的称号,那就是英俊。 非常符合当下的王一博,美好的形容词很适合他,婴儿配幼儿, 各种词语统统换一下,瞬间有种回到幼儿园的感觉, 这群浪倒飞起的粉丝,难怪王一博不爱搭理他们,真的无语中带着好笑。 什么英气勃发,什么金英奖,什么诱惑力,什么武林盟主, 还有一段不俗的文案来安利变闷变幼的王一博,来欣赏下他们的神作, 保质期很长,长相很英俊,很有诱惑力的猫头鹰,穿着精英西装, 英姿勃发地成为了本届金英奖的男主角。 婴儿这词配上王一博,果然是笑耿频出,欢乐无穷, 小肥腰甘败下风,只想说,我以为在吹捧的路上, 自己有种天花板的存在,可是在粉圈里, 可谓是小屋见大屋,是我低估了粉圈的厉害。 如果这让王一博知道,他会一头雾水,往后出席活动, 一定要憋着,不能随便笑,一不小心就会被粉丝们给当笑耿了呢。 粉圈自娱自乐想来和王一博没关系, 可是他们从来不会让他错过任何的热搜, 转型电影圈的王一博,很接地气, 也逐渐回归自我,随性而自由。 各位狂欢的同时,也要适合而止, 年底的活动好多, 智族盛典,星光大赏, 王一博都会出席, 还有封面,新歌,跨年, 所有这段时间王一博不会进组拍戏, 人鱼应该是下个月的安排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